我们知道这些树桩上面的数字 加起来等于多少吗 好的同学们 那接着东王老师一块来做做 例题二来练习一下吧 刚才艾迪和威尔在森林里边 遇到了一只小猴子 对吧 这只小猴子给他们出题了 要算一算下面树桩上的数 加起来的合适多少 我们来看看吧 树桩上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是不是要把这些树求和呀 对吧 也就是说把这些树挨个要加一遍了 对不对 那在这儿我们先把这个算式写出来 你看是不是一个年算式呀 同学们 算式特好写 关键是到了计算我就发愁了 这个我要挨个这么算下去 哎呦算一会儿我就晕了 对不对同学们 所以在这儿不挨个算 还记得刚才我们学的叫做凑整法 对吧 还记得吧 那接着我们就用凑整法来做一做吧 在这儿还是来找好朋友对吧 对 有同学眼见一眼看出来老师七合三是一对好朋友 可是同学们 我们做这种常算式的时候呢 有讲究 就是我要从最旁边开始找 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我们漏树 对吧 所以在这儿我先从最左边的石开始找找 石有没有好朋友呢同学们 没有 没有 没有他哭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给他个小三角 给他个小三角真棒 哎在这儿好你虽然很孤单 但是别怕王老师给你画个小三角陪你玩 对吧 接着再来 九有没有 有 九和十一拉 一 九和一 对不对同学吧 所以在这儿一个小桥搭到底 九一一拉的话 相加结果等于 十 十 在这儿一定记住了 结果要写在这桌小桥上了 好 接着该八了 对吧 嗯 八和谁 二 八和二 对不对同学们 那八和二这座小桥一搭 结果是 十 结果也是十 对吧 好 这个小桥不太听话 好 也是十 写上 接着还有吗 接着到七了 七和 三 三 哎 下边不够 所以我往上写 对吧 七和三一拉也是 十 十 接着 六和 四一拉也是 十 对不对 好 在这儿最后 那就没有了呗 到这儿完事了 对不对同学们 嗯 还有个五 哎 发现了 在这儿这儿还有个五在这儿哭呢 同学们 那怎么办 嗯 标记出来 给他一个小三角 陪他玩 对不对同学们 嗯 现在你看 这题目上 有朋友的 有好朋友的 我们全搭了小桥了 对吧 嗯 没有好朋友的 我也全给他一个 小三角了 对不对 对 那接着我们继续 来往下算吧 我先算算 我这个 这个 这个小桥上的数 合起来等于多少了 十加十等于 二十 二十加十等于 三十 三十加十等于 四十 四十 哎 这个算出来就等于四十了 接着剩下的两个 孤单的 在这儿哭的 一个是 十 一个是 五 对吧 嗯 现在你看 这计算 词儿一下变简单了 对不对 嗯 好 那四十加十等于 五十 五十 再加上五等于 五十五 五十五 哎 这题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嗯 对不对 哎 很简单吧 同学们 哎 这个就使用我们刚才学到 凑 整 法 来做的 对不对 嗯 关键的是 两步啊 第一步是要找好朋友 对吧 要搭小桥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找那个 孤家寡人在哭的那个数 对不对 嗯 然后给他一个小三角 这样我们计算 你看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了 对吧 拜拜 不须